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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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頭 Authority不夠載重簡歷彎下一êter 如果這個量有軸向力 那就還有軸向加進去 那我們希望找這幾個力中間的關係 那現在假設有啊這麼一個梁 這個梁受到怎樣採重 我們叫做QX 那現在我是假設QX向上紋證 所以如果選個Y度標 如果Y度標是向上 那麼我是載重點自然不定向上為正 如果我把這個量 在X方向切一個很小的element 就是在X頭上切下DX這一線 把這一片切出來 這一點是N N跟N這兩個地方切兩刀 那這一片就可以拿出來 變成一個free body 這free body把它放大示意來看 這就是M斷面 這是N斷面切出來 在這個斷面上面是有一些載重 這個載重可能是一個坦數是變的 這個載重可能是一個坦數是變的 所以這樣切出來 這樣切出來 我們說take free body 你切斷哪個地方 要把原來就在那個上面的載重 同時要被切出來 所以在這邊的載重 應該同時被切出來 若是要將就這邊的一個形狀 就這樣 那麼我們來說 take free body切斷的地方 要把斷口原來有的內力 放在free body斷口的地方 變成free body的外力 所以當在這邊切一刀以後 其實有軸向力、簡力、彎曲、跑轉 在這邊也有軸向力、簡力、彎曲、跑轉 那我們都是以正方向的來表示 上次說我們follow財教力學的定義 就是簡力是以順中向轉動 對於這個elemen來說 是順中向轉動的簡力為正 所以我就畫順中一下 彎曲是以上緣壓力、下緣張力的彎曲為正 所以我這邊就畫這方向的彎曲 這個是v 這個是簡力v 這個v其實就是v of x 在x這個地方的簡力 經過了dx這個距離以後 它的簡力可能變成了v加db 比原來的v有點改變 彎曲也是一樣 這裡是m 等到跑到dx距離的差異以後 可能是m加上dm 有些改變 這個dx我剛才說是一個小小的element 很小的 小到什麼地步呢? 它可以小到你要我多小我就多小 因為它小到非常小 所以上面本來是一個q of x 現在變成一個場所 就是v 因為我可以很小很小 你說這個element是變數啊 我說我再缺小 小到那麼小 你看這邊就是一個場所 所以本來的變化的q of x 就用q來代表一個場所 那這個是v 這個是v加db 我們把軸向力 因為只有這兩個力 兩個力相等 所以我們在這邊沒有變化 在這中間沒有軸向的外載重 所以我們這邊又有個月曜 那這裡呢是m 這裡是m加dm 這是一個俗語法令 在原來結構它是穩定的 在任何一個free body 應該是穩定的 它既然是一個穩定的free body 應該滿足我們 建立平衡的討論是 第一個建立平衡的討論是 什麼fx的m 在這個free body裡面 沒有什麼用 因為這個free body 完全沒有x方向的外力 如果就跑到這邊來說 這邊是in 因為沒有軸向的外力 最後這個一定還是in 它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 submissionfx等於0 對這個free body來說 沒有給我們認識的資料 另外一個就是submissionfy等於0 從submissionfy等於0 我們可以把y方向的力全加起來 y方向的力加起來 y方向的力加起來就是v b加上q乘上dx q乘上dx 就是它的主代度 應該等於v加上db 我們這邊是向下的 這是submissionfy等於0的式子 從這個式子 和dxin 我可以讓db-dx等於q 和db-b调到 3 我們說submission m 等於0 因為它是穩定的 所以對於這點來說 它的submission m 應該等於0 對這點來說有哪些呢 有這個v乘上dx 有這個qdx這個力乘上2分之1dx 因為這個是合理在中間 加上這個m 減掉m加dm 應該等於0 那從這個式子 我們得到這個m跟m消掉 這個是x的一次微分 這是m的一次微分 這個是dx 乘上dx 它在dx非常小的時候 它對其他兩項來說是high order 所以我們這一項可以make make 所以從這個式子 我們得到的是 dm分 dx等於b 這個b其實就是這個b 這個b其實就是v of x 這個m就是這個m 這個m其實就是這個m 是m of x 就是在這一點的簡力跟彎局 所以這兩個微分方程式 其實就是dv of x dx等於q of x 它都是x的函數 這個也是一樣的 dm of x dx等於v of x 所以它是x函數 才可以對x來做微分 它是x函數 才可以對x來做微分 這兩式子 是這個量裡面很重要的兩個微分方程式 但是 在ティモシント的書裡面 它的y軸是畫的往下 所以 它的q 已往下為正 所以在ティモシント的書裡面 在這個微分方程式裡面 有一個符號畫出來的 那我們在這邊 把y放向上 所以我們的載重以向上為正 這樣導出來的 這兩個微分方程式裡面 都是正好沒有符號 這兩個微分方程式 在很明顯的把載重的 它是q of x 也就是載重的方巡 簡力的方巡 跟彎局的方巡 的關係表明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載重方巡 把它積分一次就得到簡力的方巡 把簡力的方巡 積分一次就可以得到彎局的方巡 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知道彎局的方巡 微分一次就得到簡力的方巡 把簡力的方巡 微分一次就得到載重的方巡 所以在畫簡力圖跟彎局圖的時候 這兩個字變得非常有用 希望每一個人都把這兩個字字很清楚地記在你的腦海裡面 簡單的記憶就是 dx.q dm dx.v 簡力圖 把這個方形描出來就是簡力圖 把這個方形描出來就是彎局圖 所以就是彎局圖的對x的一次為真就是簡力圖 所以簡力圖對x的一次為真就是載重 所以簡力圖的系列就是載重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關係 我們主要在這章裡面就是要來畫簡力圖跟彎局圖 因為任何結構分析 分析的目的 結構學的目的 就是在任何載重之下 與任何結構 把它的裡面內力的分布呈現給人家 什麼叫做內力的分布 這個叫做硬力場 就是內力的分布的情形 要告訴人家 對一個量來說 內力的分布情形 就是用簡力圖跟彎局圖呈現出來 表現出來的 所以這張目的其實就是在畫簡力圖跟彎局圖 我們要學習不但繪畫 而且要畫個塊子 因為在以後的題目裡面 一個結構是有很多Member在裡面 它有量也有柱子 那柱子也等於是兩 只是加上一個軸向密度色 那所以每一個Member 你都要很快的可以把它的簡力圖跟彎局圖 以及軸向密度畫出來 這個變成以後做題目的一個附加的任務 雖然不是那個題目的主要份 但是那個附加的任務 你非要會 你給人家的資料 人家才看得懂 所以這一張變成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那檢力圖跟彎局圖 那檢力圖跟彎局圖 大家在產量力圈裡面都做過 你在產量力圈裡面也畫得 自己用簡文方程來畫 然後甚至畫到它的變位圖 那我們在這裡不但請大家 因為它你要確實會 而且你要能夠很快 能做出來 那再快其實 要做簡力圖跟彎局圖 也是有它的一定的步驟 它的步驟 我們今天要畫簡力圖 我們叫V diagram 要畫彎局圖 我們叫V diagram 那對一個量來說 要畫簡力圖跟彎局圖 第一步的工作 就是求反力 我一定要把這個 有了載重以後 要把它反力求出來 那今天這一章講的 又是靜定量 靜定量 就是用精力平衡條件 就一定可以解出來 雖然它有時候靜定量 是很多石頭連在一起 但是你一定可以分析出來說 到底是誰站在誰的頭上 站在最上面的人 是應該先來分析的那一部分 那就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把每一個石頭的反力求出來 用建立平衡條件的事 就可以求出來 那那一部分的工作 在第一章應該會做好 你第一章用建立平衡條件事 或者用這個 不需便會發生 都應該可以做這些反力 而且你可以很快地做出來 我們現在直接來做一個量的例子 我如果要畫正義的檢質量 我如果要畫正義的檢質量 的檢歷圖跟彎曲 我如果要畫正義的檢質量 的檢歷圖跟彎曲 可以得到這個反力 你如果說反力到現在還不會求 那有個題目就沒辦法做下去 一定要會求反力 反力求出來以後 其實這個題目就得 所以我把印記拿掉也沒關係 因為反力在裡面 我把柔柔拿掉也沒關係 因為反力在裡面 現在就變成 這一個石頭 有三個外力左右 一個力量的一三個力量 這三個力量 使這個石頭穩定 然後我就畫這個石頭 因為這個石頭現在長成這個形狀 所以我就畫這個石頭 我在那個一段線上的檢歷圖跟彎曲 那既然要畫它的檢歷圖跟彎曲圖 檢歷跟彎曲都是內力 在這個圖上是看不見的 我要看見這個內力 我的辦法就是 take everybody 我要看哪一點 就在那一點把它切斷 我要看 比如A年X地方裡面的解定跟彎曲的時候 我的辦法就是把它切斷 切斷以後 其實就是 free body就出來了 那我們說 斷口的地方 要把原來就有的內力 放在斷口的地方 變成斷口的地方的外力 這個距離是A 這個距離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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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長是L 所以這一刀切下去 其實是一個兩個 配分成兩個幅度 在那裡 那原來就有的外在中 要從這邊取出來 然後斷口的地方 要把原來有的內力 放在斷口的斷口裡 變成Free body的外力 這邊有簡力跟彎曲 這邊有簡力 畫正方向的簡力跟彎曲 成對出現 所以 內力 抗件的內力 變成看著見的外力 變成看著見的外力 變成看著見的外力以後 這兩個Free body 它都應該滿足 靜力平衡的條件 同樣這個Free body 也應該滿足 靜力平衡的條件 這裡的靜力平衡的條件是 Sumption S Y 等於 給我的資訊 就是 B等於PB Overlayer 這裡的Sumption M 等於 我Take這一點的彎曲 只有B 就沒有彎曲 所以你可以得到 M等於PBX Overlayer 從靜力平衡的條件是 得到這兩個內力的大小 我們同樣可以在這個Free body裡面 從這兩個靜力平衡的條件是 得到 你去算 同樣可以得到這個函數 所以 你用這個也可以 用這個也可以 反正都是求這個內力 那我要當然用簡單的 這裡面當然比這邊簡單 所以我用這個 所以但是這個是在什麼之下才能適用呢 這個是在 X 大於 0 小於 A 的時候 才適用 大於等於P 小於X 這個X 我們要隨便切 我切在這邊 其實那X變成這樣 切在這邊 X變成這樣 它的Free body都是這一個 就是X 所以在這一段 在X在這個中間 切實在Free body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海數 只有X在0跟A之間是有效的 所以 我要從這一段的 內力的時候 我在這邊切一刀的時候 當 劃出來的 兩Free body跟最後不一樣 一個是 這樣 另外一個是 這樣 T A OVER L T E OVER L 斷口地方 有簡力 有彎 具 現在跟剛才一樣 每一個Free body 都應該滿足 淨力平衡條件式 所以 這一個 當然可以解MV 這一個 同樣可以解MV 但是 如果用這一個的話 注意 這個X 可能要變成 X' 比較好 因為它會比較簡單 那 這就是 當X 所以 X'的話 我可以得到 V X' 這時候 是 等於 負的 P A OVERL 從三明明 Fy 從三明明 M 我可以得到 M X' 等於 P A X' L 我當然可以 可以 用 X 來做 把這個X' 帶到 L 點 X 那就會等於 從這個 得到的這個 方形 總歸 我現在 從這兩個 Free body 這兩個切法 可以得到 X在所有的 兩的 橫座標的地方 都可以有它的 簡歷跟彎矩 然後就把 簡歷的函數 跟彎矩的函數 點出來 就是它的 簡歷和彎矩 這兩個呢 是 在 X' 小 大於等於 0 跟小1等於 小1 小1 的時候適用 所以 我要描繪簡歷圖 在X在0跟N之間的時候 我用這個 它是 TB 是一個常數 這就是 P V R 那在 這一段 是 跑到這一範圍之內 我們要 VX' 它也是一個常數 也就是 負的 PA R 我們在這裡 這裡 我們在這裡 這就是它的簡歷圖 我們一般 習慣上 既然是正的 我們寫一個正號 這邊寫個書號 就是把這個函數描出來 還有彎矩圖 要畫 M代管 在0跟X 0跟A之間的時候 這一個方形 這是X等於次數 所以當X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0 當X等於L的時候 它等於PB 所以當X等於L 這是一個直線的時候 你秒兩點 對不對 L等於的時候 它等於PB PB落在這裡 所以它是一個直線 但是這個直線 它是指在 X等於0跟V之間有效 所以只有這一段 是有效 而且這個大小 是P AB 頭的L 把X等A帶進去 當X跑到這邊 我們用這一個方形 用X' X'等於0的時候 它也是直線 X'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0 X'等於L的時候 它等於PB 放在這裡 直線 它是在 X跑到於0跟V之間有效 所以只有這一段 是有效 正好這個的交差點 焦點 都是PAP overL 這三線 十公平 這就是我們的 0 Diwork 這裡 這裡現在有三個圖 一個是窄種圖 一個是窄種圖 一個是簡畢圖 一個是彎群圖 這三圖圖 我們現在用 take everybody 把函數 描出來 描出來以後 不要忘了 用這兩個式子 來check 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計算的函數 有時候會算錯 那用這兩個 我用它的式子來check 完全就是讓你自己增加很大信心 你看 它給我們是載重 載重的積分就是簡畢圖 那這邊完全沒有載重 沒有載重 所以等於0的東西把它積分一次 就變成常數 常數為分就變成0 所以在這一段中間 沒有載重 所以簡畢圖是constant 在這裡 有一個 忽然有一個載重 constant load 往下架 所以 把它的簡畢 從那邊一下掉 掉了這麼多 這麼多 正好是多少呢 這個量 正好就是這個constant load 然後這一段 又沒有載重 沒有載重 所以它的積分變成constant 所以在這邊 是constant 沒錯 所以 載重圖跟簡畢圖是可以配合的 你看 這邊的 這邊的 簡畢是constant 所以 微分一次的變成0 這邊也在 這邊是constant 所以 微分一次的是0 為什麼這個小 這個大呢 從這邊開始做的話 這有一個反例 這個反例造成這邊的簡畢 所以 pb over r 就是這個 上去 pb over r 然後開始constant 然後碰到這個p下面 然後constant 然後碰到這個 反例上去 所以這個簡畢圖其實不一樣 那簡畢圖跟彎矢圖中間 這邊是constant constant的積分一次變成一次式 所以在這邊 彎矢應該是直線 一次式就是直線 那因為簡畢是正的 所以彎矢圖的邪率應該是正的 所以在xy這個坐標裡面 xy這個坐標裡面 這個協律是正的 所以在這一段 彎矢圖應該是向右上方的協律 不限 沒錯 我們不用右上方的協律 當它通過這一點以後 簡畢一下子從正的變成負的 所以彎矢圖的協律 所以彎矢圖的協律 在這邊是負的 那這邊另外是負的constant 所以簡畢圖應該是負的直線 而且是往右下方的協 它的協律才是負的constant 直線 通過這一點以後 是向右下方的協 沒錯 你可以說 這邊的 回來看 這邊是一個向上 右上方的直線 所以它的簡畢圖 應該是正的constant 正的constant 這邊是向右下方的直線 所以它的簡畢圖 應該是負的constant 所以負的constant 沒錯 這三個圖是可以配合 用這兩個靜靈平平條件 是完全可以找出它們的關係 所以我們剛才是用 可以負的找靜靈平平條件 是找到一個函數以後 描出來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找函數 直接從這邊求反例以後 其實就可以畫 做得越熟 你會越快畫出一個圖來 這三個石頭 仍然是簡直 但是在這邊突出來了 我把它放到你手上 這就是載重圖 我們要畫它的簡異圖跟彎曲圖 第一步 求反例 那反例很快求出來 tixing moment 可以看到這個反例 是30kN tixing moment 可以看到這個反例 是向下的兩個kN 如果要用剛才那樣 tix everybody 求出函數圖 來描 原來是可以的 但是這裡要切幾段呢 這邊要切刀 求出這一段的 簡直圖跟彎曲圖的函數 到這邊以後 因為tix everybody改變 所以要再切一刀 來求這一段的 簡力圖跟彎曲圖的函數 好 這邊來 是另外一段 所以又要切一刀 來求這一邊的 這一段的 簡力圖跟彎曲圖的函數 這三刀 簡力圖跟彎曲圖的函數 在Tab 61也叫2.8 比方說 我切了這個刀 切出來 我當然用這邊的 3Buddy 因為它簡單 來 那這裡V 這裡有M 從Tab 62Buddy 我可以得到 這個V 就等於 負的2kN M 就等於 負2xkN 那這兩個 就是它的 簡力圖跟彎曲圖的函數 但是它是 在x 在0 5跟 2公尺數之間 才是這一個 當它跑到這邊來以後 我另外切一個3Buddy 12kN 反例 反例 這裡有 斷口的地方 有解力 跟彎曲 然後用垂直力的平衡 3Buddy 可以取得到 V 等於 負14kN 在這點 moment 可以得到 N 等於 2kN乘上x 加 12kN乘上x 減 2 m 2公尺 這個 得出來是 10 負的14x 加 24 kN 這是在 x 是在2公尺 跟4公尺之間的時候 才是這一個 因為減低的關係 有的時候 這個很好 不要寫 不要好 當 我要求這一段的簡歷公關局的時候 我這邊切一刀 切一刀 以後 如果還要拿這邊的3Buddy 顯然是比較複雜 所以 我改成拿這邊的3Buddy 既然拿這邊的3Buddy 另外一個一個座標 比較方便 可以給x1 斷頭的地方 有簡歷 這個簡歷證的時候 有畫向上的 位置順中向 這邊的時候 有畫向下 也是為了順中向 然後就彎曲 從summation f1給0 所以 可以得到 V 等於 4 x1 kN m 等於 x0.5 所以是 4乘上x1 乘上2乘上x1 所以是 所以是 負2 x平方 這個是kN 這個kN 這兩個 是在x1 在0跟4之間 所以我三段的簡歷跟彎曲的函數都有了 這樣就可以描了啦 我要描它的簡歷圖 把這個函數描繪出來 在這一段的時候 用這個函數 它是-2 kN 所以-2 所以Tonstant 一直到 一直到2公尺的地方 然後在這一段的時候 是-14 所以-2 要變成-14 就是Constant 到這邊 然後 這一段 用這一段 用這一段 是 4x1 x1 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0 x1等於4的時候 它等於16 然後這是x等一次 x1的一次次 所以是一個直線 我們瞄了這兩點以後 連接就可以了 對不對 看出 所以這是它的簡歷 這邊是Full 這邊是正 那來看看跟宰眾族的配合 那就是這一個文化成的配合 反例是兩個K Newton 所以這邊就是 簡歷就是兩個K Newton 標準 這邊 簡歷 然後這一段 是沒有宰眾 所以它的積分是長數 所以這邊的長數 聽說 那這裡有一個concentrate load 像下 等於簡歷忽然改變 像下這個大小是十二 所以一共這次 所以一共這次 負十四 然後這一段又沒有載眾 所以簡歷是constant 也沒有一次 這一段 載眾是constant 所以簡歷應該是一次次 載眾是向下的constant 所以簡歷的彎曲 簡歷的協率 應該是向右下方寫 應該是這樣寫 所以現在是這樣寫 但是這樣寫 有的人覺得 那是不是會這樣呢 還是從哪裡往右下方寫呢 有一個辦法 就是 這一點簡歷是零 這是很顯然 防止有concentrate 所以你知道這一點簡歷就在這裡 所以又是向右下方寫 又是要這一點 要通過這個 所以它只好這邊上去 從這邊右下方寫 才會 達到這個barquery 彎曲圖 從這邊-2x 可以描出來這一段 -2x 這一段 是這一個 x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24 24在這裡 它等於2的時候 它等於2的時候 2的時候等於4 就是 所以 就是 這個 這條線 當然它在這邊是有效的 就是要延長的時候 總共它是一個直線 你只要隨便描兩點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這條直線 那這個大小組 就算是-32 這一點是-4 那這一段的彎曲圖呢 在這邊 -2x 平方 x等於0 x1 x1等於0的時候 它等於0 x1等於4的時候 它等於-32 這到32 那這個 那這個應該是- 這樣直線的一間嗎 不對 它是2次式 所以它是曲線 它是曲線 應該是這樣過來 那這樣一條線 對嗎 還是有問題 要注意 用這個來check 這是最大的問題 在這裡 這一點的簡率是0 所以彎曲的斜率應該是0 所以這地方你要水平的這樣畫出來 你不能直接這樣畫出來 它有一個角度 那是不對勁 是水平畫出來 然後用二次曲線到最後 所以 這一段 它是向右下方斜 是一個直線 所以解密圖應該是Constant 誰說Constant 它是用下方斜 所以 它的斜率是負的 那簡率應該是 沒錯 負 這也是 像用下方斜 是一個直線 所以簡率應該是 負的Constant 負的Constant 沒錯 這裡是 斜的比較小 這邊斜的比較大 所以簡率從小的負的Constant 變成大的負的Constant 沒錯 這邊 它有一個跳躍 簡率有一個跳躍 所以彎曲 在這邊 斜率大 動了一下 動了一下 從這邊 簡率是正的 所以彎曲是向右上 右上方斜 正的 這簡率越來越小 所以彎曲的斜率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想到什麼程度呢 想到零 所以這邊是零 所以這邊是零 所以這些圖 是可以配合的 當你配合的話 畫出來以後 你用這兩個check一下 你會有信心說 畫對來的畫錯 好 我們接到這裡 好 好 好